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货币政策工具 各位都知道政府啊都会提出一些经济政策 那么提出经济政策要解决我们当前社会所面临到的一些经济问题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一些政策工具 那么在总体经济政策里面呢 我们有所谓的货币政策 也有所谓的财政政策能够来调节经济景气 所以这一个单元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货币政策的工具 那么在第19个单元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财政政策的工具 在这个单元我们的学习目标有三个 第一个我们在介绍整个货币政策工具之前 我们要先让各位同学了解什么叫做货币供给 什么叫做货币需求 到底什么样的人他有这样一个货币需求的动机 那么我们中央银行对于货币供给的定义又是如何 那各位同学了解完了这一个货币供给的定义 还有货币需求的动机之后 我们再次说明政府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工具 来调节经济景气 第三个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透过这样的政策工具在货币市场上面怎么样去决定市场的利率 这些在往后的这个投影片当中 我们都会用图形的方式来给各位同学做说明 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学习方法有四个 第一个我们要求各位同学能够在课前的时候呢 就能够先做好预许的动作 第二个在课堂的时候能够专心的聆听 把老师所讲授的重点把它记录下来 第三个在聆听完之后回去 能够迅速的把这一个重点整理成笔记 第四个把笔记整理完之后呢 再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实际的 相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实力呢 将这个重点把它结合在一起 对于你在理解这个单元的内容 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的课程大纲 如同前面所说的 我们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货币供给的定义 货币需求 以及第三个 到底政府有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工具 以及这些货币政策工具 在市场上怎么样去做 使用 然后进一步来决定我们的利率水准 首先 我国的中央银行对于货币供给量啊 有所谓狭义的货币供给量的定义 还有广义的货币供给量的定义 什么叫做货币供给量 各位 我们在前面的一个单元里面 我们已经跟各位说明过 货币它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 它也可以作为记账的单位 也可以作为价值的储藏 所以 我们将有交易媒介功能的通货 与存款货币 视为货币 所以各位看到 我们在狭义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中央银行 这是中央银行对于货币供给量的定义 不是我一般人说的 这是中央银行规定的 他说 在狭义的货币供给量呢 这样一个定义里面 我们把它称之为M1 那么M1里面 我们把它细分为 M1A 跟M1B 那么M1A里面包含了什么 通货金额 还有存款货币 这个存款货币包含什么 包含了支票存款跟活期存款 各位留意一下 我们特别去说明 什么叫做通货金额 通货金额就是什么 流通在市场上的现金 叫做通货金额 再讲一次 通货金额是什么 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现金 叫做通货金额 好 所以这些东西什么 因为它既然是流通在市场上的话 所以它可以什么 它可以作为交易 我们就可以把它施之为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量 好除了可以目前流通在市场上的现金之外 支票存款 还有什么 还有活期存款 这些东西什么 这些东西都叫做M1A 那M1B呢 M1B叫做什么 等于M1A再加上一项 叫做活期储蓄存款 那各位 讲到这些名词 各位可能有点 觉得活期存款跟活期储蓄存款 差在哪里 各位 如果你们有去办银行的账户 活期存款 我们可以说 它像是什么 我们知道公司叫做法人 我们叫做个人 活期存款 就类似像是公司的存款 那么活期储蓄存款 各位 你的银行账户上面一定写的是什么 一定写的是活期储蓄存款 所以活期储蓄存款 比较像是个人存款 所以M1A里面除了通货 还有支票存款 还有活期存款 包含这三项 那M1B呢 除了这三项之外 还加了一个叫做活期储蓄存款 这些我们都把它视之为什么 视之为流通在市场上的这些钱 虽然它可能是活期储蓄存款 或是活期存款 可是它的流动性非常的高 可以马上变成现金使用 这样的东西叫做 狭义的货币供给量 那么广义的货币供给量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M2 M2呢 除了之前我们所说的M1B之外 还包括了什么 还包括了这一项 我们把它统称为叫做准货币 各位看到这个准货币 刚刚所说的这个M1啊 狭义的货币供给量 那一些不管是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储蓄存款 它的流动性很高 可以马上变成现金 可是广义的货币供给量 里面包含的这一项叫做什么 M2呢 等于M1B加准货币 好为什么叫准货币 因为它非常接近货币 可是它的变现的能力比较慢 好所以我们说准货币包含什么 准货币包含了 企业以及个人在货币机构的 定期储蓄存款 外汇存款 以及邮汇局自行西州的邮政储金总数 就是邮局他们所收的这个邮政储金 好各位看 准货币 从这样的一个质义上面来了解 就是定期的嘛 各位如果有办过定期存款的话 如果你要把它变现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解定存的这样一个手续 然后如果时间还没到 你要被扣这个违约金 什么等等等等的 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把定期的这样的一个存款呢 把它计算在我们的货币供给量里面 我们就会把它称之为M2 那各位 如同前面所说的定期存款 还有一个叫做定期储蓄存款 那定期存款的话 我们这样的理解是说 定期存款是什么 一笔整存 你有100万 你直接拿到银行 说我要100万定存 那定期的储蓄存款呢 我们的理解是 我们就定期定额 来做一个存款的动作 时间一到 我们存多少钱进去 每个月一到 我们存5000块进去 每个月一到 我们存5000块进去 我们的理解说 这样的东西叫做定期储蓄存款 如果是定期存款的话 就是一笔整存进去 好 不管是怎么样 它都是属于广义的货币供给量 叫做M2 好 所以各位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说明了 什么叫货币供给 换句话说 我们用比较管方性的说法 管方性的说法 这一些东西 不管是存款或是通货 货币供给 简单来说 只要市场上的货币供给越多 就表示市场上面的资金 非常的充裕 市场上面的资金 非常充裕的话 这些充沛的资金 就可以到处流窜 它可以流窜到 投资市场上面去 它可以流窜到 其他不同的市场上面去 做交易 做投资 所以市场上面的货币供给越多的话 那么市场上的交易 就会越活络 所以换句话说 货币供给越多 基本上来讲 它有一定程度 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成长 好 刚刚讲完了货币供给的定义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货币需求 各位 为什么我们会有货币需求的动机 因为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我们有交易上面的动机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为了要应付日常交易所需 而必须保有货币 比如说以我来说 我身上总是会带个一两千块吧 早上出门 到学校来上班 车子没有了 身上这一两千块 可能要拿去加油 那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们会买早餐 中午会吃午餐 等等等等 这就是一些日常的交易所需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货币在身上的话 我们只好饿肚子 车子没加油的话 车子也不能跑了 所以这是日常交易上面 我们必须要保有一些货币 这样的现象叫做交易动机 接下来叫做预防动机 为了预防意外突发状况的发生 而必须保有货币 各位预防动机是什么 预防一些意外突发状况的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保有货币 因为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意外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必须要额外的支出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 这样的一些钱来支应这些意外的突发状况 那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们把它称之为预防动机 那各位看 红色的字 它说预防动机的货币持有量 跟所得水准呈同向变动关系 什么意思啊 当你的所得水准越高 你赚取的所得越高 你针对预防动机的这样的一个货币需求 就会怎么样 就会越多嘛 因为你的所得多 你针对预防意外突发状况 所保有的这个货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量 就会越高 接下来 第三个动机叫做投机动机 看到这样的字眼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如果我们为了想要赚取相当的利益 而保有的货币叫做投机动机 所以各位身上 或是手边有留了一些钱 是为了想说留下来 未来能够看景气好的时候 或是什么股票市场不错的时候 或是其他的投资市场 有很好的教育工具的时候 各位能够把这些钱拿去做投资 赚取相当的利益 这样的一种现象叫做投机动机 好 所以讲到这边 我们有所谓的交易动机 有所谓的预防动机 也有所谓的投机动机 这是我们保有货币的三种这样的一个动机 那各位看到红字 利率水准越高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 就会越少 当利率越低的时候 这样的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 就会越多 各位可以理解吗 各位把这个利率水准 想成是银行的利率 各位想想看 如果现在银行的存款利率很高 原本啊 我们想要保有这些钱 来作为投机之用 可是银行的利率水准越高 那我们为什么要保有这些货币 我们正常的人应该把这些钱赶快拿去什么 赶快拿去银行存 因为银行的利率很高 它的存款利率很高 所以你快点把钱拿去银行存 不用再保有投机了啦 因为银行的利率就很高 所以你把这些钱就存到银行里面去 所以他才说利率水准越高的时候 我们会把钱存到银行里面 所以这个投机动机的货币持有 这个货币需求就会减少 那如果银行的利率越低 比如说像现在银行的定准利率 一年才一点多 利率那么低 你如果把这些钱 不要存在银行里面 留在身上 去买其他的投资工具的话 它的那个年收的获利率啊 应该比银行的定准利率 一点都还来得高啊 所以我们说当利率越低的时候 我们持有的货币的需求就会越多 因为我们会把这些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 好 这是有关于货币需求的部分 接下来跟各位同学介绍货币政策了 就要开始进入到 这一个货币政策工具了 在这边我先跟各位同学 做一个简单的小小说明 货币政策 是由中央银行做操控的 财政政策呢 是由财政部 还有主机处 他们来做政策的操控 那么货币政策 是由中央银行来制定的 所以他才说 中央银行会透过各种政策工具 来控制货币供给量 好注意哦 我们说 我们刚刚一直在前面提到 中央银行定定的这个货币供给的定义 好 所以中央银行会透过各种政策工具 来控制货币供给量 进一步来达成政策目标 进一步来达成政府的政策目标 所以 到底中央银行掌握了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工具呢 第一个叫做重贴线率 各位 什么叫做重贴线 有重贴线一定就是在更早之前有一个叫贴线 各位 通编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文字说明 那我只简短的说明给各位听 用我自己的方式跟各位说明 如果你有一张支票 你现在急需的又用现金 那因为票期还没到 你把这个支票拿到银行去做贴线 比如说一张100块的支票 你拿到银行贴线 银行说 时间还没到 你现在急着要用钱 好 没关系 我把钱借给你 你拿支票 100块的支票 可是你可能只能换什么 可能换到98块的现金回来 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贴线 那么银行收了很多客户的支票存款 收了很多客户的支票 那银行也需要资金 所以银行 它在跟中央银行拿了这一叠支票说 我要换现金 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叫做从贴线 那所收取的利息 根据那个利息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它的利率是多少 那那个利率就叫做从贴线率 可以理解吗 我们拿了支票到银行去做贴线 因为我们需要现金 银行 一般银行收了那么多的支票 再跟中央银行融资贴线现金 这样的现象叫从贴线 所收取的利息就叫做从贴线率 所以各位接着看第二段 所以中央银行可以透过调整从贴线率 来改变银行的资金成本 进而改变货币供给量 即影响利率的水准 如此就可以达到影响经济活动的目标 我要跟各位讲 我用一个说明就是说 他为什么说央行可以经由调整从贴线率 来改变银行资金成本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今天中央银行 他宣告要调降从贴线率 各位调降从贴线率 银行借款的成本 是会降低还是提高 想想看 你一般银行要跟中央银行贴线 从贴线 现在中央银行说 调降从贴线率 原本的100块 可以换98块 现在调降从贴线率 原本的100块 因为从贴线率降低 可以换到99块 所以银行的借款成本降低了 好 因为银行的借款成本降低 那我当然愿意跟中央银行做从贴线 所以导致什么 导致放款增加 放款增加 会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货币供给增加了 所以货币供给增加 市场上流通了货币供给增加之后 哇 市场整个经济就活络起来 所以他才说 可以达到影响经济活动的目的 相反的 如果今天 央行宣告说 要调高从贴线率 那么银行的借款成本就会提高 银行借款成本提高 那他就不愿意从贴线 不愿意从贴线的话 放款就会减少 那么货币供给自然而然就会减少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货币政策工具 就是央行会透过 从贴线率的方式 来影响货币供给量 第二个政策工具 叫做公开市场操作 好 各位看这个字面上的定义 他说 央行可以借由买卖债券 的方式 来改变货币供给量 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影响到整个 整体的经济活动 好 各位 他说央行可以买卖有价证券 来改变货币供给量 所以说 央行可以在公开市场操作 市场上面怎么样 购买债券 各位 当央行在公开市场上面 购买债券的时候 他拿钱来买债券 所以他在公开市场上买债券 他必须就要释出货币 对不对 释出货币之后 货币供给量增加 货币供给量增加 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的内容 我们会说明 货币供给增加之后 利率就会下跌 就有越多的人 会去借钱来投资 就会带动景气的提升 相反的 如果今天中央银行是在公开市场上面 卖债券的话 中央银行拿债券到公开市场上面去卖 那就表示他收回了货币 从公开市场上面 因为卖债券 他就收到了货币回来 收到货币回来 货币供给就会减少 货币供给减少 就会导致利率的提高 利率的提高 那么民众就不愿意跟银行借钱 那么投资就会减少 如果景气过热的时候 景气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好这是第二个政策工具 是公开市场遭受 它可以在买卖战券 影响到货币供给量 进而影响到利率 然后影响到整个经济活动的表现 第三个政策工具是存款准备率 好各位看 存款准备率跟刚刚的重贴线率 一样都有一个率 但是存款准备率是什么 各位看 他说央行可以藉由改变 法定存款准备率来改变货币供给量 一样 进而影响到市场利率 各位 什么叫做存款准备率 中央银行规定 民众拿钱到你的银行来存款的时候 必须要提拨存款准备率 比如说100块 假设存款准备是10%的话 那就是民众拿100块来存 我们要提拨10% 就是要有10块的存款准备 为什么要提拨存款准备 因为要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如果民众要来领钱的时候 你要让民众也得到钱 他拿100块来存 你不能把100块全部拿出去外面放款 你至少要提拨10%的钱下来 当作存款准备 能够应付民众来提款的需要 那各位看 今天是中央银行规定 你的存款准备率是10% 20% 30% 40% 对于货币供给的影响是什么样 各位请看下面这张表 法定存款准备率的变动 对银行信用创造能力的影响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当我们的法定存款准备率是10的时候 各位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人 拿了2000块到银行做存款 那么 央行规定说 好 法定存款准备率是10% 所以我们要提拨200块的法定准备 那剩下的1800就可以拿出去放款了 那各位看 如果今天中央银行说 宣告 我们要调高存款准备率 从原本的10% 调高到30% 有没有 你看 中央银行说 调高存款准备率 原先2000块的存款 因为调高存款准备率 30% 所以他要留什么 留600块在银行里面 只剩下1400块 能够放款出去 所以各位就可以理解了 当中央银行说 要调高存款准备率 银行就必须要保有 更多的法定准备 那 他能够放款的金额 就会越来越少 那因为放款越来越少 他的货币供给就会减少 那么货币供给减少 就表示市场上面的资金 就会减少 那就会进一步影响到 整个经济的表现 那如果今天 银行说 宣布 降低 法定存款准备率 所以银行就不需要 保有那么多的法定准备 这些钱就可以拿到外面去 那么货币供给 自然就会增加 好 所以 第三个政策工具叫什么 叫做 法定存款准备率 好 这三个政策工具非常的重要 请各位同学 务必 一定要把它 详细的这样的一个 记录下 因为 我们问你说 你到底了不了解 中央银行 所操控的政策工具是什么 货币政策工具 就是有三个 从贴线率 存款准备率 还有公开市场操作 好 这三项 工具 接下来 什么叫做明目货币需求量 好 以货币为计价单位 所衡量而得的货币需求量 各位 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谈到 因为我们有 对于货币 有这样一个需求的动机 所以我们必须保有这些货币 那么如果 这个明目货币的需求量是什么 是说 实际的金额 叫做明目的货币需求量 但是 我们在经济学的讨论里面 我们更喜欢什么 更喜欢叫做 实质的货币需求量 实质的货币需求量 是什么 它的定义是什么 用明目的货币数量 除以物价水准 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工法 我们说明目的货币需求量 好 它是用实际的金额来表示 可是我们更喜欢的是 用实质的货币数量 那么实质的货币数量 就是明目的货币数量 除以物价水准 我们为什么要用实质的货币数量 因为我们要把它转成 以商品作为计价单位 刚刚的明目货币数量 是用金额作为计价单位 那我们是什么 我们喜欢用商品作为计价单位 所衡量的货币数量 那我们把这样的东西叫做实质货币数量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要根据这样的定义 进一步去推导出货币需求曲线 所以这边有一个叫做实质货币需求函数 各位直接看这个地方就好 这一个实质 这一个叫做实质的货币需求量 对不对 各位想想看 实质的货币需求量 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这个Y是所得 R是利率 各位 Y的下面是一个证号 就表示什么 你的所得越高 你的所得越多 你的实质货币需求量就会越多 另外一个什么 利率越高 利率越高 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利率越高 你的货币需求会减少 所以这是一个证号跟负号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把这样一个需求函数 把它化成图表 好 这一个东西叫做货币需求量 有没有 这边是我们的横坐标叫做货币需求量 这个是利率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利率跟货币需求量 实货币需求量之间是呈反向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条 负协率的这条线 这条线叫做货币需求曲线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用 推导出实货币需求量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是因为我们要导出货币需求几线 好 所以到目前为止 利率越高 实货币需求量越低 利率越高 实货币需求量会越少 那利率越低 实货币需求量越高 所以我们推导出这样的一个 负协率的货币需求几线 再来这个部分我们前面已经做了一些说明 那各位看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只是利率的上升或下跌 而导致货币需求量增加或减少 都是在同一条货币需求线上面 但是各位看这个地方 如果利率与外的其他因素 造成货币需求量的改变的话 那么这个货币需求线就会左右移动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说 所得越多货币需求量越多 那么货币需求线就会往右移 所得越少货币需求量越少 那么货币需求线就会往左移 这个跟我们在之前谈需求线的 那个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那接下来有了货币需求线 我们要谈的是货币供给线 好各位 货币需求线我们在前面已经推导过了 那货币供给线各位请看这个地方 货币供给线 因为货币供给量是中央银行控制的 有没有 中央银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中央银行可以透过政策工具 来调控整个货币供给量 所以今天中央银行要决定市场上 到底要有多少的货币供给量 是中央银行控制的 所以我们假设 中央银行这样的货币供给量 是不受利率的影响 所以它是一条垂直线 那就表示什么 中央银行决定货币供给量 就是七个单位 这个七个单位假设是七亿的 这样的一个货币供给量 所以红色的线是货币供给线 蓝色的线是货币供给线 如同我们在产品市场面所说的 产品的需求跟供给 交汇的地方决定了市场的均衡 所以对应过来 这个是货币市场均衡的货币数量 对应过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均衡的利率 有没有 其实分析的方法是一样 所以它来说 当实质的货币供给量 跟货币供给量相同的时候 货币市场的均衡就决定了 那么均衡利率就是6% 接下来 它说 如果利率水准高于均衡利率 假设是7%的话 就产生了什么 就产生了超额供给 利率就会往下跌 那如果利率均衡低于均衡利率以下 那就产生了超额需求 产生了货币的超额需求 利率就会往上提高 这是跟产品市场的分析是一模一样的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一段 刚刚我们讲过 中央银行可以调控政策工具 对不对 它说我们降低存款准备率 各位 当你看到降低存款准备率 就表示什么 银行不需要保有那么多的货币 不需要保有那么多的准备金 这些钱可以放款出去 所以货币供给会增加 所以当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率的时候 货币供给量会增加 所以因为货币供给增加 所以这条线就往右移 从红色的线变成绿色的线 那往右移之后 跟原先的货币需求取线 就会在这一点 利率就下跌了 有没有 那如果今天我们说 中央银行调高存款准备率 那么货币供给就会减少 货币供给减少 它就会跟原先的货币需求取线 就会在这一点 那么利率就往上提升 它的分析的原理 都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明的 它提高存款准备率的时候 的一个变化情形 那最后呢 我们也跟各位说 刚刚在前面也跟各位提过 如果今天是 利率以外的其他因素 造成货币需求一样的改变 比如说这边所说的 在这边 当国民所得提高 你的所得提高之后 你的货币需求就会增加 那你的货币需求增加之后 你的这一条原先的货币需求线 就会往什么 往右移 你往右移之后 你的货币供给线 这是原先的货币供给线 对不对 你原先 原先的利率是在这里 因为往右移之后 你的均衡利率就会提高 那你看 如果是所得降低 你的货币需求线往左移 往左移之后 你的利率就会下跌 好 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同学回去多加来练习 在这个单元 我们从 跟各位同学介绍了货币供给 也介绍了货币需求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通过一些图形 但各位同学就了解到 有这样的一个货币需求期限 有这样的一个 垂直的货币供给期限 那他们交会的时候 决定了市场的均衡利率 那如果你利率进得太高 就会有利率就会下跌 如果你利率进得太低 就会有股力量 把利率往上推 那我们也到最后 也谈到了说 原来所得的变动 你所得的增加或减少 也会影响到货币需求期限的左右移动 这个部分 如果你在前面的这个需求期限 或是供给期限的 这个单元的学习 都很清楚的话 相信这个单元的学习 一样也会非常的顺利